那這是珊瑚嗎 這個所謂紅色的珊瑚 它是從義大利來的沙丁珊瑚 沙丁珊瑚 它並不是我們亞洲的 阿卡的紅珊瑚 不是的 不是 它比較像橘 對 帶點微微的紅橘色 不過它重量很多 它有55公克 連手鍊加起來 對 紅色珊瑚基本上來講 在華人世界來講 還是很受歡迎的 那因為要找到這樣的珊瑚 然後你也沒有很重大的裂痕 我剛才檢查過了 全部給它看過 這每一顆都很完整 那早期很多人 很多人就是買珊瑚 很多的店家買珊瑚 會特別選一顆一顆乾淨 因為客人會要求這樣子 被客人要求的 所以這就是不錯的物件 的確是這樣子 孫玥老師你剛剛是每一顆 都幫他看了嗎 我都幫他看過一遍 因為它也沒有什麼重大的裂痕 有的會有 會摻了兩三顆五六顆 這沒有很乾淨 包括手鍊 都是的 所以我們就是用重量一秤 然後它的這個 一公克大約多少錢 我們就可以換算出來 好 許多人買珊瑚 都迷信一定要阿卡 是應該這樣嗎 其實是這樣子說 阿卡當然是因為 大家喜歡亞洲的珊瑚 比較艷紅色 就像這樣的紅色的珊瑚 在義大利產的 也是不錯的 其實義大利早期 很多這種雕刻什麼 它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紅色珊瑚產地 所以我覺得像假如說 這個 擁有這樣的一個 稍微大一點點 更漂亮 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好的收藏 不一定要阿卡 這個顏色也很漂亮 不錯 是 好 我們來接價 請建價 33萬元 哇 這個一公克大約6000塊錢 整個都精神來了 現在33萬 充滿希望 家裡還蠻多白鑽的 對 下次連白鑽也一起拿來估一下 那算不錯的 謝謝 謝謝 我這邊有一條 它 這個算是一個老的珊瑚 因為它的切割 有點像珊瑚結斷了之後 然後再去把它拋 拋到 就倒腳 就這樣而已 所以它並不是像這樣 全部都正圓的 那這種老珊瑚呢 通常都是一些 老師傅他們手持的念珠 那這個其實也可以當念珠用 就 念珠就是108顆嘛 那能夠上得了拍賣會 上得了拍賣會的話 不會是這一種 一定是這種老珊瑚 它的定價多少呢 港幣20萬幾票 所以這個的話也有可能有機會 你把它變成是108顆 然後把它 就像這樣不規則型的 可能就有可能 但是你說那家老珊瑚才記得 50年後就是老珊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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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50年後就是老珊瑚